欢迎来到六度解析 币安Binance Holdings LTD首席执行官赵长鹏 周二承认存在反洗钱违规行为 并同意根据与司法部达成的全面协议支付5000万美元罚款 以确保公司继续运营 根据知情人士透露 赵长鹏同意辞职作为和解的一部分 该和解还包括财政部和商品期货交易委员会 根据知情人士透露 Binance同意承认刑事指控 并支付43亿美元的罚款 该协议结束了对这家加密货币交易所进行多年调查的过程 在周二公开的一份起诉书中 Binance被控三项罪名 包括洗钱违规 串谋经营无牌金融业务和违反美国制裁 根据法庭文件 Binance允许至少110万笔 涉及伊朗客户的交易 价值超过8.98亿美元 双方达成的和解将解决形势不当行为的指控 彭博新闻周一报道了和解协议 Binance选择将增长至于遵守美国法律要求之上 使其能够在未收集客户所需信息或监控交易的情况下进行数十亿美元的交易 美国表示 与此消息一同 与Binance生态系统相关的加密货币 DNB在新闻公布当天下跌约5% 在消息传出司法部将很快确认与交易所的和解后 该代币当天早些时候达到了5个月来的最高水平 美国司法部长梅里克、加兰和财政部长珍妮特·耶伦将于周二下午3点举行新闻发布会 宣布有关和解的更多细节 刑事指控 司法部指控该公司以及包括赵长鹏在内的高管采取措施掩盖其逃避美国法律的事实 文件显示 从2017年8月至2022年10月左右 Binance和赵长鹏涉及刻意而有计划的努力以从美国市场中获利 而未实施法律要求的控制 根据起诉书 Binance选择不遵守美国的法律和监管要求 因为他认为这样做将限制其吸引和保留美国用户的能力 根据投诉书 Binance和其高级经理从公司成立开始就追踪和监控美国用户的增长 其中包括一份2017年的公司图表 显示Binance超过23%的用户来自美国 比任何其他国家的份额都大 政府表示 赵长鹏清楚知道国际交易所存在美国客户 他在2019年写道 如果Binance从一开始就阻止美国客户 我们今天就不会像现在这样大 赵长鹏写道 与其事先征得许可不如事后请求原谅 并将情况描述为灰色地带 据法官布莱恩 兽田在认罪听证会上表示 赵长鹏最高可能面临10年的刑期和50万美元的罚款 再加上他在涉嫌计划中的任何利润 他的律师在周二的法庭上表示 他的判决将推迟6个月 兽田法官表示 赵长鹏的协议包括对上诉权的放弃 前提是他的刑期不超过18个月 加密打压 对全球最大的加密货币交易所 及其首席领导者的这一解决方案 是加密货币行业内强化打击的一部分 该行业一直受到司法部 其他政府机构和立法者的严厉审查 Binance于2017年迅速崛起 并几乎立即超越了较大的竞争对手 在2022年11月FTX的崩溃后 其市场份额迅速增至全球60%以上 然而 自那以后 根据研究机构CCData的数据 其现货和衍生品的综合市场份额 在本月已下降至不到44% 美国司法部最近在纽约起诉了 FTX联合创始人珊姆·班克曼·弗里德 指控他策划了一场涉及数十亿美元客户资金的盗窃 导致这家加密货币交易所倒闭 班克曼·弗里德在一场庭审后因欺诈罪被定罪 商品期货交易委员会和证券交易委员会 都曾对Binance和赵长鹏提起诉讼 指控他们违反了一系列规定 包括不当处理客户资金和允许美国人非法访问该平台 六博士分析 加密货币市场存在许多监管风险 这些风险可能影响市场的合规性 稳定性和投资者保护 以下是一些常见的加密货币监管风险 法规不确定性 加密货币市场面临着各国不同的法规环境 其中一些国家对加密货币采取积极的立场 而其他国家则可能持谨慎态度或实施更严格的监管 法规的不确定性可能导致市场波动 并使投资者难以预测未来的法规变化 市场操纵 加密货币市场容易受到操纵 尤其是在低交易量的情况下 由于缺乏监管和透明度 一些市场可能受到投机者和恶意行为的影响 导致价格异常波动 投资者保护不足 传统金融市场有一系列的投资者保护措施 如保险、监管机构的监督和资金保障 然而 加密货币市场中这些保护措施相对有限 投资者可能面临更大的风险 特别是在面对交易平台被黑客攻击或破产的情况下 洗钱和恐怖主义融资 由于加密货币具有相对匿名性 存在一定风险用于非法活动 如洗钱和恐怖主义融资 监管机构对于确保合规和打击非法用途的能力尚存在挑战 技术漏洞 区块链技术虽然被认为是安全的 但仍然可能受到技术漏洞 智能合约错误和网络攻击的威胁 这可能导致资产丢失 数据泄漏和其他安全问题 税收问题 加密货币的税收问题也是一个监管挑战 不同国家对加密货币的税收规定存在差异 而加密货币的匿名性使得追踪和报税变得更加复杂 监管逃避 由于加密货币市场的边缘性质 一些市场参与者可能试图逃避监管 这可能包括在不透明的法律管辖区设立交易平台 以规避严格的监管要求 交易平台的安全性 由于加密货币交易平台是数字化的 它们可能成为黑客攻击的目标 如果平台的安全性不足 用户可能面临资产丢失的风险 为了降低这些监管风险 全球监管机构逐渐加强对加密货币市场的监管 并制定更严格的规定 然而,这也可能导致行业进一步分化 因为一些公司可能无法满足更高的合规标准 六博士解读 加密货币投资吸引人的原因有很多 以下是一些主要的吸引力因素 潜在高回报 加密货币市场的波动性相对较高 这位投资者提供了获得潜在高回报的机会 一些投资者被吸引到加密货币市场 希望通过市场价格的波动实现盈利 分散投资 加密货币是一种独立于传统金融市场的资产类别 可以作为投资组合的一种分散手段 通过将一部分资金投资于加密货币 投资者可以降低传统资产类别的风险 去中心化和透明性 区块链技术的核心特点是去中心化和透明性 这意味着交易记录被存储在分布式账本上 而不是由单一实体控制 这种去中心化和透明的特性吸引了一些投资者 因为他们有助于减少操纵和欺诈的可能性 新兴技术的支持 区块链技术被认为是一种创新的 有潜力改变多个行业的技术 投资者可能对支持和推动这一新兴技术的潜在应用感兴趣 例如智能合约 去中心化金融 TheFi和非同质化代币 NFT 全球性市场 加密货币市场是全球性的 投资者可以在任何地方参与 这位全球投资者提供了更广泛的投资机会 而不受地理位置的限制 匿名性和隐私 虽然并非所有加密货币都是完全匿名的 但一些加密货币提供更高的隐私保护 对于一些投资者来说 这种额外的隐私保护是吸引他们投资的因素之一 开放式市场 加密货币市场通常是7分之24开放的 相对于传统金融市场的开放时间更为灵活 这使得投资者可以随时随地进行交易 而不受时间限制 社群参与 加密货币领域有着强大的社群参与 投资者可以参与项目的社群讨论 决策和治理 这种社群参与可以增加投资者的参与感 和投资者对项目的信任 请注意 尽管加密货币市场具有吸引人的特点 但它也伴随着高风险 投资者应该在投资前 充分了解市场和相关风险 城市场内 是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